金钱分为两种快乐的和悲伤的 像有钱人一样思考 能带来幸福的钱 如何才能创造快乐金钱 本期视频会给您一些答案 淑本华说 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用自己的健康去换取身外之物 然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如此 否则就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 为了生存疲于奔命 但是不这样又没办法生活下去 更谈不上生活质量 要钱还是要生活 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像有钱人一样思考的作者本田健 曾经有一次带女儿在公园里开心的玩耍 旁边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开始了争论 这位母亲看上去很着急 她大声说 妈妈必须去工作了 我们回家吧 女儿却一直重复说 我们才刚到这儿 我想再玩一会儿 求你了 几分钟后 小女孩还是被妈妈强行拉着回家了 这一刻让作者很受触动 如果有选择的话 这位母亲一定想留在公园里陪女儿 可是为了生计 却只能放弃这个好天气 现实中 无数父母像这位妈妈一样 努力维持家庭开支 牺牺牲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在不做出巨大牺牲的前提下 怎样才能有更多的金钱 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开心 充实 富裕 并且实现了目标的人生呢 本田建认为 你是否幸福 不在于拥有金钱的数量多少 而在于你的钱是快乐的 还是悲伤的 金钱的灵魂中有一句话 内在的稀缺状态 稀缺心态 是人们嫉妒 贪婪 偏见的核心 是导致我们与生活发生正直的根本原因 每一次争执 每一份偏见 每一次小的分歧都圆遇 别人获得了我没有的东西 我们认为 金钱是一场零和游戏 如果别人有很多钱 就会自动减少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的数量 以这种方式思考时 我们就会给金钱附加很多负面 情绪 恐惧 嫉妒 贪婪 焦虑 想要的东西 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就能得到 一旦获得了眼下想要的东西 马上就会有新的目标 永不满足 我们有房子 有车 有衣服 但是邻居有更值钱 更时尚的衣服 房子更大 私家车也比我们的更贵 更时髦 这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把人困在这个积累 消耗 可求更多的恶性循环中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你对现在的财务状况满意吗 想到钱的时候 你是会感激现有的生活 并对未来充满期待 还是会感到沮丧 你认为你的选择和你看待金钱的态度有关系吗 其实 有多少存款或能挣多少钱并不重要 对待金钱的态度才是决定你财富状况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积极的金钱观或对金钱保持着消极态度 无论你银行账户上有多少余额都无法改善你与金钱的关系 像有钱人一样思考根据获取金钱时所伴随的能量 把金钱分为两种 快乐的和悲伤的 快乐金钱能让人微笑 让人深深的感受到被爱与被关怀 比如十岁的小男孩在母亲节给妈妈买鲜花的钱 父母精打细算 为了能送孩子去足球营获上钢琴课的钱 都是带着爱 关心和友谊而流通的钱 悲伤金钱是那种你不得不扣扣搜搜交房租 还信用卡及缴饰的钱 比如从一份自己并不喜欢 但又无法离开的工作中拿到酬劳 在一场不堪的离婚之后支付或拿到抚养费 不情愿的支付包含高额费率的信用卡账单 从一个憎恨你的人手中拿到钱 悲伤金钱会给人压力 让人绝望 气愤 抑郁 甚至有时会带来暴力 他剥夺了人的自尊 死心 夺走了人们内心的柔软 那么如何创造快乐金钱 书中给出五个步骤 一是转变稀缺心态 所谓稀缺心态 就是认为金钱是有限的 我们必须抢先一步拿到金钱 而这种观念往往是从家庭当中遗传而来的 或许父母经历了贫困时代的煎熬 对金钱始终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 但每个人都有为自己的生活选择 金钱观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在快乐金钱的第一步 就是确保要有充盈的心态 当你具备了充盈的心态 你会开始看到新的可能性 会变得更有创造力 更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困难 二是与过去握手言和 既然金钱观是遗传而来的 如果你始终困在里面保持不变 也势必走上和父母一样的道路 无法突破 要知道 他们曾面临的处境 他们出于恐惧而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是因为时代所限 当你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无奈时 你就能何故去和解 父辈的伤痕才不会成为你当下幸福的绊脚石 三是发现自己的才能 并以此收获快乐金钱 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才华 有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有些人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寻找 开发自己的技能 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源泉 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当你开始和世界分享才华时 就是快乐金钱流动的开始 才华开发的越多 与别人分享的越多 你能吸引到的快乐金钱就会越来越多 四是相信生命 当你能真正信任自己和身边的人士 生活也会越来越简单 那些日常的和未来有关的焦虑都会逐渐消失 不会再担心未来 因为我们知道有人可以依赖 而他们也可以依赖我们 有了信任我们就不再担心未来 风险也不再是风险 我们知道所有发生过的事 积极或消极的 都将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我们成长 最后是永远记得说谢谢 快乐金钱的世界 是一个不断有快乐 关爱的能量流动的世界 乐于给予和收获 而不是牢牢抓住自己拥有的东西 这正是创造快乐金钱所需的条件 试想一个总在找借口 总是在抱怨的人 也不会有快乐 更谈不上快乐金钱 虽然事情的发展并不总能尽如人意 但常怀感恩之心 迎接生命给我们的一切 这样的心态能够指引我们走出所有的困境 你得到和失去每分钱背后 都藏着你的情绪和金钱观 如书中所说 自信的人之所以自信 不是因为富有 恰恰相反 是因为先有自信才富有 你需要在挣到钱之前先相信自己 所有的成功都是自信的富产品 而当你相信金钱会流动的时候 你的生活将会自然而然 由内而外地自信起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 享受美好人生 这里是财富级频道 我是钱老板 感谢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